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 各位好 我是杜萍 现在马上来给你读报 我们来先看一下大中华地区的新闻 中华取消 好 昨天全球都关心的一个话题 就是中国在第一季度的经济的数据 昨天是公布了这些数据 那我们来看一下各地媒体是怎么报道的 以及怎么评论的 先来看一下就是香港信报 然后是德国之声 香港信报讲到中国内地的首季的GDP的高 就是高增长达到4.5% 是超乎的想象 然后呢就是当然他也提出了 就是说在这个方面还有一个欠缺 就是民企资本呢 这个在这方面经济发展方面好像弱了一些 然后呢德国之声讲到中国上一季度 GDP加速增长 你看他讲的是加速增长 一年来最高 这说明就是对这个经济复苏的状况啊 有时候是跟外界的这个预测 好像有一点点偏差 甚至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那么金融时报今天有一个分析性的报道 就是说根据这个数字呢 说将呢有几点就是促使中国在第一季度 经济增长比较快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出口 出口依然是比较强劲的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房地产 房地产市场在复苏 还有就是联合早报讲到 三月份中国16岁到24岁青年的失业率上升 到就比较高了 19.6% 那这就是经济在恢复的过程当中 所出现的很多的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 其中这失业这个问题 对中政府来讲的话 应该是相当的这个压力很大 那么第一季度GDP稳增长 这个目标达到了 但是呢提高失业率这方面 还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是还是有犹豫的 同时经济日报 有三篇涉及到这方面的文章 首先当然讲的就是国家统计局说 当前呢就是通货膨胀力比较低嘛 但是也不会出现通货膨胀紧缩的问题 通缩的问题不会出现 下个阶段也不会出现 另外呢就是在经济增长恢复的过程当中 财政收入也在增加0.5% 就是年增长0.5% 下降的趋势在扭转 下半年估计可能还会比较好一点 还有一个小文章讲到就说 这个在经济增长啊 这个快速恢复的同时呢 其实还有很多的压力 其中包括有三大压力 三大压力呢 一个他是认为说 这篇文章作者认为说 这个宏观的数据呢 跟微观的数据还是有差别的 宏观数据好于微观的数据 这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对整体上来讲的话 这个数据是非常好 但是呢你要涉及到每个企业 或者个人和家庭的收入的话 这个还是有差距的 另外呢就是服务业的 这个上升的水平呢 要高于工业生产 第三个就是服务业里面 也有一些参差不齐的情况 比如说就是高消费 高端的消费在恢复增长 但是比较低端的 像日用品这类的消费呢 依然没有很明显的起色 所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数据 看大数据是很好的 但是当中的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还是依然很多 另外一方面的新闻 就是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昨天结束了对香港的调查研究工作 那么今天的明报发表了社论 讲的说维护国家安全不放松 但是专注发展经济 这是香港最首要的任务 还有呢 在李家超他也讲到 就是23条立法 有可能会在今年年代 但是如果是最靠最快 如果顺利的话 有可能在香港在立这个法 《新岛日报》 还有《经济日报》也提到了 夏宝龙在香港的这六天的时间 注意到说夏宝龙在香港 这几天时间里面 没有接见三种人 这三类人呢 就包括比如说像一些商贸 工商企业 工商企业的这个协会 还有地产商了 都没有 那这个文章也提到了说 没有会见地产商的代表 这是不是有意保持距离呢 这是一个猜测分析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然后呢 说这个香港特首李家超也提到 在夏宝龙结束 对香港的这个调查研究工作之后 说要一定要打破土地和房屋的这个瓶颈 必须要让香港经济和他的民生等等问题 要一驴世界 南华早报 今天也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观察到 最近香港和内地通关以来呢 就是游客 来自于内地的游客 好像给人家感觉不是像预期那么多 而且消费呢 也不是说特别的这个旺盛 不像过去那样了 特别是像就是商品 零售业 这些呢 不如以前 那他提到这个标题 就是大陆来的游客呢 是在这个市场上 是需要什么 在香港需要一些这个体验 那么就是所以现在 香港按照现在的模式 如果还像过去那样 继续的大批的吸引 来自内地的这个游客的话 现在还是不够的 光是比较单一 比较单调 中国时报 明报 以及大公报 都提到了就是 这个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特别涉及到台湾问题 比如说商务部 就是已经制裁了两家 对台湾出口这个武器的 两个企业嘛 一个是雷神 一个洛克希德马丁等等 这些两家企业的高管人士 都永远不可能进入中国内地 以及香港和澳门 那么中国时报讲的是 美国最近比如说 向台湾出售四百个 这个鱼叉飞弹 四百枚 但这个东西其实不是最新的 是在特朗普执政的时候 就已经承诺的 2020年就已经签了 但是现在交不出货来 本来说是在十年之内 五年之内可以交货 但是现在要延长到十年 这十年交货意味着什么 就是说如果2020年 达成那个交易的话 等于说是2020年要交货 对不对 那现在又要增长 好 明报也讲到 就是美国百名教官 一直在台湾 帮助台湾的新兵 和后备进行训练 那么美国的在台协会讲到 对台之时要看起 看起大陆的威胁 意思就是说 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越强 那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 也会越大 就这个意思了 南华早报 菲律宾方面在南海问题上 在台湾问题上 实际上现在已经是处于一种 就是自我很难下自处的地步 跟美国 比如说给他提供更多的军事机体 供他使用 那么又得罪了中国 所以呢 就中国跟美国 跟菲律宾在这个问题上 有三角关系 菲律宾怎么来处理好 中美两个大国 这样的关系 所以中国当然是 已经表达了非常不满了 所以呢 他们自己也讲到说 中国跟菲律宾关系不好的话呢 那菲律宾在台湾的那些工人 包括他的一些女佣等等 他们的安全是不是会受到威胁 类似这样的言论 其实是菲律宾 有时候考虑问题是比较简单化 但是呢 自己说的这些话呢 要自己解释了 现在呢 他们的外交部门讲到说 没有问题 在台湾的菲律宾的工人 不会有什么安全上的问题 信报 南华早报 我们先看这个南华早报 这篇英文文章 这篇英文文章呢 就是一个评论呢 讲到就是中美的科技战战 科技竞争 现在还处于一种 比如说在半导体领域嘛 但是将来 有可能会进入新的领域 这个新的领域是什么 就是 Bio Technology 就是生物科技 生物科技现在是 可能在中美之间 还会掀起新英伦的科技战争 信报讲的是什么呢 信报说国务院指令 中央企业 就是央企啊 必须要实现科技自强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信报 然后大公报也提到了 就是中美之间 美元 金融体系等等 有关的新闻 我们先看这个报道了 大公报的报道说 中国连续七个月 把美战 就是减持美战 其实不只是中国 就是日本好像 也是在大幅度的减持美战 那现在 从中国目前来 所持的这个美战来讲的话 是13年最低 然后呢 因为什么原因 就是美战 这个 它的不稳定性 贬值的风险 很大 所以要抛掉一些 信报有个评论 讲到说 去美元化的趋势 现在是美国 自己造成的 就有自取嘛 那么香港怎么来相处 这个涉及到美元 和美元汇率的问题 香港也要避开 一些风险和一些陷阱 这个对香港来讲 其实也是个 比较及时的提醒了 我们先看 再看一下呢 中华速报 好 就是中国外交 在世界上 特别在热点地区 热点问题上 所取得的一些成果 这个现在各路媒体 包括西方的媒体 都非常关注 中国在中东地区 比如说 这个一举一动 都会受到他们的关注 那前天的秦刚外长 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外长 分别打了个电话 那说明就是 有可能意味着 就是中国 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 也有可能会进行劝和 促谈 有这样的意思吧 应该是有的 因为在沙特拉伯和伊朗 在中国的调解之下 实现了和解之后 中国在一些其他的一些热点问题上 采取一些行动 哪怕是打个电话 他们都认为说 中国外交还要进一步地进取 美国现在出于一种被动的状态 都会这么讲 然后呢 旺报 台湾的旺报讲 他说瞄准美国的权力真空 中国在中东地区扩大影响力 这个想法也是没有错的了 大公报 金融时报的中文网 讲到就是字节跳动 在全球的这个 新兴的科技产业当中 也就是说独角兽当中 名列前茅 全球第一位 1.38万亿人民币 在全球独角兽的企业里面 是排行第一 排行老大 而且我们从这个表格里面 可以看得出来 全球的独角兽的企业 中美两国各有千秋 可以说各占一半 当然还有一两个 比如说是英国的 或者是印度的等等 但是主要的还是 中国和美国两个企业 这个并驾齐驱 金融日报 香港的金融日报 讲到马鱼集团 这个好像昨天报道说 中央政府对他的罚款 减少了 本来是10亿美元 好像现在减少了 达了七五折 这个也就说明 就是政府对这些企业 本身的这种态度 好像也是在转变 减少他们的负担 是这个意思了 是这么一个说法 日经中文网信报 以及香港的金融日报 都讲到这个汽车的问题 在上海就要举办 全球最大规模的汽车展 上海车展 上海车展里面呢 就是最大的特色什么 就是能源汽车 这个过去的传统的汽车 比如烧汽油的 现在在这个中国的市场上 应该说还不如新兴的 能源汽车 讲到四大车企 要在这个车展上 要抢供市场 其中比亚迪的仰望 百万人民币一辆 百万人民币一辆 当然也推出了一些 比较轻型的 小型的电动汽车 比如说海鸥 现在已经预售了 八万块钱一辆 这个以差异化的价格 来扩大自己的市场 接下来呢 就是像日经中文王爷讲到 就是说 中国已经进入了 电动汽车的时代 这个价格大战 使得欧美的一些主要的企业 包括日本 在中国的汽车 估计可能受到了影响比较大 所以他们的销售额 好像是减少 信报 广东集成电路 这个要总投资 要达到5000亿 5000亿元 而且还要再筹备 300亿的产业基金 主要是就是要建立自己的 完整的供应链体系 这个是个战略性的一个行动 明报 信报也讲到 这个昨天在北京 丰台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一个残据 这个丰台的这个 这家医院呢 就是起火了 病人都 21个人死亡 然后呢 就是你看也出现了一个 自己逃生的状况 其实还是非常令人震惊的 这个事情 觉得应该在北京 或者在其他的一些省份 都还要再次引起注意 怎么会发生的 结果 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 我们等着这个结果 好 这个明报 明报呢 也提到了 给香港发生的一件事情 也是不可思议 香港公立医院 一名女病人 在这个等了四个小时 都没有办法看伤病 最后呢 被发现在哪里死了呢 在厕所里面死了 这个话讲的就是 急诊室的病人 这个太多了嘛 就是让病人等到死 然后呢 就是按程序 这不寻人 然后失联的病妇啊 就催死 这个事情 其实也是个惨剧了 也是个惨剧 香港的公立医院 现在的这个排队的情况 确实是非常的 时间很长 有时候确实也就出现一个 不过还好 很多的老年人都没有 不用上班 但是年轻人 如果到公立医院的话 都没那个时间去排队 看急诊都很难 欢迎回到邮报天天读 接下来继续给您读报 国际方面的新闻 国际聚焦 好 美国纽约 美国的警方 昨天拒布了两名 中国一 来自中国的 说他们干什么呢 说是在纽约 设立了一个 所谓的中国海外 这个警察站 警察站 干什么呢 其实实质上就是 他们呢 就是从福建过去的 代表福建的侨办 帮助那些华侨 处理一些在疫情期间 自己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但是呢 美国说他是警察 然后中方当然做出了一个 斥责了 说这就是个政治操弄 然后呢 荷兰也讲到说 从这个经济威胁的角度来讲的话 是中国对荷兰构成的 跟安全上的威胁 中国说这是冷战思维的回潮 金融时报呢 今天有一个报道 这个报道也体现了德国的务实主义 像其他的国家都搞意识形态的时候 意识形态让他们忙得不乐乎的时候 德国在中国干什么 又创建一个创新中心 这是德国大众的汽车 就是在中国花了多少钱 要投资10亿欧元呢 这就是德国他们的汽车工业 一直在中国进行各种各样投资的 这个新的一个例子 好 法国电台以及台湾的中央社 中央社说美国公布电动车补贴 适用于各种车种 然后韩国方面这次改口了 说这个影响不大 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标题如果不懂背景的话 就不知道这个标题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美国当初说 要对他自己的电动车进行政府补贴的时候 韩国政府说对韩国不公平 现在呢美国又公布了所谓的 这个适用于各种车种的时候呢 韩国说不影响了 什么意思呢 害怕 好 欧洲方面在晶片 半导体方面啊 搞了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呢 投资430亿欧元来提升自己制造的 半导体产品的比重 减少对亚洲国家的依赖 但同时也是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对不对 也是一样 他们也要自主 这个华尔街日报 中国时报 这样到 马克龙从中国返回之后 不是说到了台湾问题吗 其他的国家都不满意吗 那么这次七国外长会议 在日本开会的时候 就把这个事情要给纠正过来 说共同一致的表达 对台湾和平稳定的 这个重视 金融时报 金融时报讲什么 金融时报讲的说 为什么欧洲和美国人 总是在中国的问题上 想的不一样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欧美国家在中国这个问题上 包括台湾问题上 为什么想的都不一样 当然他们从自己本身的利益来考虑 和他自己的战略 木骨标来考虑了 当然法国还有些议员 继续访问台湾了 串访台湾 不过也没有什么用 经济日报 以及华尔街日报 讲到七国集团 正在评估 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的问题 估计可能还会维持 60美元 维持60美元 如果要真的要制裁 把俄罗斯给制裁 给他制裁惨了的话 这个60美元的这个上限 还是太高了一点 对不对 沙特拉伯和阿联酋 这个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 就是在石油产品问题上 就是折扣 买下了俄罗斯石油产品 这个三方之间的合作 应该可以说是更加的密切 在能源问题上 金融时报 明报 德国之声 说都报道了 昨天同时发生的一件事情 在乌克兰东部 普京总统 以及泽林斯基总统 两位总统 同时到了乌东地区 去视察 前线视察 去督战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有可能 有可能 双方都要准备春季攻势 来打气去了 但结果怎么样 不知道 反正就是要做一个政治姿态 好 接下来就是国际速报 非洲局势 非洲反正是 这个乱源的很多 苏丹嘛 最近又发生了这个内战 两个将军 把这个国家搞得一塌糊涂 现在是民不了身 而且不止自己国家受害 周边的国家 特别是东部非洲地区 都有可能被 这个受到连累了 南华早报 金融时报 金融时报怎么讲呢 就是两名将军 他们的权力斗争 使得整个的东非地区 都会有安全上的危险 南华早报讲的什么呢 就设计从中国的角度 在苏丹有很多中国工人 还有中国的学生 他们现在面对着这个战 这个军事冲突的问题 连中国的一些机构啊 都受到了一些影响 所以他们的食品 短缺的问题 有可能会比较严重 还有呢 就是其他的一些形势 包括是否要撤离中国的侨民 这个还没有最后的决定嘛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局势 中方应该是在 非常密切的关注 世界日报 文汇报 以及 纽约邮报 纽约邮报 比较右派的 讲到什么呢 马斯克 已经公布了 说推特上的信息啊 美国政府 完全掌控在手中 就是对你们所有的信息 他都知道 特别是个人的隐私 他都非常的清楚 这就是同样的话了 就是说 完全可以进入你的 这个 自己个人的这个 信息库里面 还有呢 中方也说 这个 这就是美国在搞所谓的 网络安全 自己做的 就是最差的一个 还指着别人 说有什么 网络安全的问题 等等 信报 大公报 这个在佛罗里达州 出现了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状况 一个州长 一个迪斯尼乐园的老板 这两个人 打起来了 怎么打 那么 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德桑蒂斯 也准备要参选 共和党那个 总统的候选人 那个人呢 他说呢 迪斯尼这个公司啊 它是在宣扬 是同性恋 所以呢 如果你要设 你要支持 同性恋的话呢 那我就在 迪斯尼乐园旁边 建一个监狱 让你看看 好看不好看 那么迪斯尼乐园 这个老板 也不示弱啊 说 我就要在 你的州里面 办一个 同志之夜 看你怎么着 好 现在斗到现在 目前还没有结果 看他怎么继续 斗下去 新岛日报 卫报 有个比较有意思的报道 最近呢 关于这个 AI 这个技术啊 好像很火热 对不对 那么德国的一个 艺术家 通过 AI 这个技术呢 生成了一个照片 参加了在英国 举办的一个摄影赛 大展 夺得了冠军 但是呢 得冠军发奖的时候 他拒绝上台 为什么拒绝上台 说这个照片 你们都没有看出来 是AI生成的 所以就是要 用这种方法 来告诉大家 来告诉大家 就是说 AI这个照片 这个图片 你们要小心 就可以以假乱真的 新岛日报 讲到网红 顿巴斯女郎 这是一个社交媒体 网上的一个账号 在乌东地区 一直替俄罗斯说话 亲俄罗斯的 这个女的 现在她的身份曝光了 不是俄罗斯人 也不是乌克兰人 也不是其他的国家的人 而是美国当 曾经的 她的一个士兵 在军队里面 服役的一个士兵 所以美国现在 好像要对她 要下手了 文汇报 大公报都讲到 就是非少年 因为按错的门铃 遭到枪杀 这个事情 大家都已经说过了 现在的白人 那个开枪的白人的户主 肯定要进监狱了 那么共和党在政客 在争相 最近又搞了一个 就是枪支协会的大会 年度大会 这个枪杀事件 不断增加的状况之下 三天超过了200起 这个枪击事件 但是他的这个枪支协会 步枪协会的会议 依然召开 现在怎么样 这个事情是无解的 在美国是无解的